很多人说女足教练名不见经传 却能率领女足重返亚洲之巅很厉害 但是 水庆侠可不是无名之辈 球员时期的水庆侠也是很厉害的 水教练在球员时期 于1986年 1989年 1991年 1995年和1997年五次夺得女足亚洲杯冠军 2022年作为教练带领中国国家队在天一惊 未尝一败 决赛下半场水庆侠出人意料的 用年轻的张灵艳换下核心王霜 没想到这个不到1米6的小个子上场发挥出色 尤其是在禁区竟然投球帮助女足颁平比分 还有一次故意漏球差点让唐嘉丽破门 不得不说水庆侠指导对于女足了解程度 以及把控力真的太好了 唐嘉丽在女足亚洲杯决赛完全释放了自己 一次助攻一个进球 最后绝杀进球还参与最后传导侧应 唐嘉丽真的在本次亚洲杯夺冠中 证明了自己的价值 唐嘉丽证明了自己配得上国家队 配得上主力 希望明年女足世界杯唐嘉丽也有出色发挥 这场比赛真的是荡气回肠 就像球迷说的那样 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 下半场踢一半了中国女足落后巴西两球 关电视睡觉了 第二天一看女足连着竞撒 26年以后 中国女足68分钟落后韩国俩球 果断不看了 然后下半场女足又是连着竞撒 其实中国男女足球项目都一直在退步 女足当年奥运会和世界杯决赛 都是被裁判黑了才输的美国 96年奥运会决赛踢得美国溜猴儿 好几分钟美国人碰不到球 现在咱们女足碰欧美 赢面超不过三成 未来中国的南海女孩们的家长们 放她们出去绽放 踢足球吧 重塑上世纪中国足球的辉煌 中国女足击败日本女足 以后有人说我们需要冷静我们还不是亚洲最强 我们和亚洲最好的日本女足还有很大差距 但是我并不认同这种看法 去年欧洲杯夺冠的意大利真的是欧洲最强的球队吗 她们得的比法国 德国 西班牙 比利时 英格兰强很多吗 但是结果她们就是冠军 杯赛就是以结果论 我们既然击败日本进入决赛 我们就可以庆祝不需要低调 那么中国女足夺冠能拿到多少奖金 钱来自四个方面 支付宝是给1300万奖金 1000万归女足队员 300万归属教练团队 这1300万元也是足协此次颁发给女足的赛事奖金 全部出自支付宝十年十一支持中国女足发展计划 而女足亚洲杯的冠军官方奖金是100万美元 约633万人民币 据北京青年报记者了解 中国足协可能将中奖中国女足超1000万元 除此之外就是猛牛奖励1000万的奖金 这样子下来 几方面的奖金加起来就接近4000万了 体育就是造星 韩国人重点夸赞了水庆霞王珊珊和王霜 日本球迷说踢得和小伙子一样 然后笑话我们的男足不堪 现在女足 商家愿意砸钱 不过球迷还是很反感人傻钱多 不过更让人高兴的是 因为铿锵玫瑰精神回归了